覺得你的態度有轉變嗎 你有受到黨內的壓力嗎 謝謝 聽到敏感關鍵字 郭志偉不說了 但過去他針對人員議題 還沒上任時 可是這樣說 我是來自於這個民間 對這個五缺的問題 是感受很多 郭志偉上任後 得上任 如果法令通過 那麼在法的框架之內 那我們有需要的時候 他會為我們備用的一個 這個電影 郭志偉被詢後 我們的評估 他可以演繹 我想以這個 國外的這個標準來講 演繹的話 大概可以演繹到20年 說完這一句 經過一個晚上跟立委吃飯 郭志偉不到24小時重生 目前不考量核電 能源政策變來變去 也讓在一黨立委受不了 痛批支持黨 堅持把非核佳運 當神主牌的結果 就是贈送台灣成為科技AI島的機會 民進黨的用電政策 核能政策反覆 這恐怕都是未來企業 跟台灣留不住這些大廠商的大災難 台美上會對台灣供電有疑慮 更別說回答 董事長黃元勳也說 台灣電力是挑戰 藍尾在奉 綠營執政 能源跳票保證 民進黨的能源政策 當作兒戲來看待 長期都是用騙的方式 能源政策不調整 我們核核三不研議 不修核管法 我們哪裡來的電 電是用喊的就有了嗎 昔日綠營說 有政府請放心 現在藍尾說 有政府會變心 鄧綠營執政 聲音總不懂 那我都...